hello 大家好 我是美股 哎我请 昨天的大盘又一次暴低 超出了我们的一个预期 目前很显然啊 这样一个情况 最好也是放弃抄底的一个念头 因为很可能在当天大盘剧烈的一个波动中 要么是打掉了我们的池水 要么就是来不及逃跑 这样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没有办法通过技术图形的一个手段来判断它的底部在哪 你要说在这个位置你去找前面的一个支撑那也找不到 就是从左边看啊 这样的 你任何地方都有可能被打破 也有可能是它的支撑 但是具体在哪个地方不知道的 或者它没有像明显的这样一个级别的拐点 那么这种情况确实是非常难做的一个事情 拿出我经常我们去说特斯拉的一个这个股票 特斯拉也是大大的跌出了我们的一个预期 我们预期是在800多左右 它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横盘啊 但是并没有它反而直接砸下来了 砸下来的时候它的量我感觉也不是特别的够 啊 就这块的一个成交的这个量 所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做一个粗略的估计吧 那先看到700啊 现在也不是已经734了吗 700往下再看看 只能是接着往下去再判断 因为现在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股票啊 它都是一种大跌 不管是哪个科技股啊 它也不管现在的基本面怎么样啊 都是大跌特跌这种感觉 呃 如果特斯拉有着抄底失败的啊 那么接下来有时候反弹的话啊 既快的还是要去出调啊 假如说做短线的话长线的话 常会也是需要分批的去建立啊 现在的股市呢 嗯 抄起来也比较困难啊 如果单手里的去做空 那么可能会有一个反弹 等了好长时间内空头的一种横行 被反弹去打掉了这样的利润啊 这个是比较难受的一个事情 那么今天这样就不如再继续等等吧啊 等到所有的就是都恐怖啊 所有人都外面聚会的时候 这个时候再去考虑一下 分析它的底在哪 Σ